妈 我们圆圆现在进入了SK上班了 你说什么 圆圆去了SK吗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之前怎么听说过过 之前没有确定 就没有说 怕你们失望 如今确定了才告诉你们的 不像林林 之前一直说找关系进入SK 结果还不是泡汤了 王母这话 直接将三房给踩了一遍 老三家低着头不敢说话 之前为了进SK 他们可是被骗了好几十万了 还差点将王林林给搭进去 好好好 圆圆真是优秀 也算是有出席了 进去好好干 争取当上高管 铁影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给家族丢脸的 看着一脸得意的王圆圆 王林林却冷笑一声 进入SK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SK吗 那其实是羊水水的公司而已 自己女儿有这么大的能力 都不知道 还在为进入SK沾沾自喜 老三媳妇不满被踩 她故意问道 二嫂 这羊水水今天怎么没来聚会啊 提到羊水水 王母的脸色就不好了 那个臭丫头 我给她打了电话 她说忙 死活不愿意来 不是让她辞职吗 还没辞 她要是坏了我们盲家的名声可怎么办 你这个当妈的也不好好管管 王林林的母亲继续说道 是了 二嫂 丢了我们盲家的脸 遭殃的可是我们全家 王林林不满了 别人不知道羊水水的身份 她可是知道的 哇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就不能少说几句吗 大人说话 你插什么嘴 你们今天吃错药了是吗 羊水水再怎么样 也不像某人那么虚荣 一点芝麻大小的事情就拿出来说 装什么大尾巴狼 进入SK了不起啊 林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进入SK可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面试进去的 不像你 找了那么久的关系 都进不去 另外 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还见过SK实际创始人 王元元根本没有见过SK的创始人 为了博取关注 只能开始不停地撒谎 元元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见过SK实际创始人 众所周知 杨慧立只是替背后置人管理公司 实际上 真正的创始人另有其人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 那是当然了 爷爷 我告诉你 SK的创始人还请我喝过咖啡呢 王玲玲一听就知道王元元是在吹牛 她是见了 而且经常都见 可她未必知道SK的创始人是杨水水 所以她在吹牛 元元 牛逼别吹大了 小心打脸 你就是比不上水水 何必在这里装逼呢 灵灵 是不是杨水水在你面前说了什么 让你这样来诋毁我 你瞎说什么 干嘛污蔑水水 我就问你 你真的知道SK的创始人 当然 我在SK上班 见过创始人不是很正常吗 你怀疑什么 别装了 创始人很少去公司 你也根本没见过他 以为我很傻很天真是吗 真他们恶心人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儿被嘲讽 一旁的王母顿势不乐意了 灵灵 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看你是小辈的面子 我不跟你计较 但你别太过分了 阿伯母 我劝你还是别被某些人白莲花的外表给骗了 忽略了真正应该被你疼爱的人 王灵灵真是替羊水水打抱不平 她觉得王母真的是个蠢 王母懒得和小孩子一单见识 愤怒指着王灵灵的母亲 没事的时候多管管灵灵 别整天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成什么样子了 关你屁事 需要你在这里说教 又管教 你回家管教你自己的女儿 我们家灵灵再不好 我小时候也没将她抛弃过 不像某些人放着自己亲生女儿不疼 去疼一个毫无血缘的人 我知道了 一定是羊水水干的 她先是收买了王浩 现在又收买王灵灵 她就是看不惯我们圆圆 让他们兄妹一起来针对圆圆的 阿伯母 你真是蠢 你这样偏心圆圆 忽略水水 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三婶和灵灵有什么不高兴的冲我来 别说我妈 别再那装可怜 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你敢发誓 你说认识SK创始人是真的吗 如果是假的 你从此失去王家千金的身份 滚回你的福利院去 王灵灵脸色发白 不敢说话 她只是想在家人面前装逼 没想到会被王灵灵针对 她今天是吃了炸药吗 往回她也瞧不起羊水水 老太太看着气氛不对劲 立即说道 好了 都别吵了 全部给我滚出去 回去以后 王灵灵立即找到羊水水 谁谁 你今天没来王家聚会 你都不知道 那个王媛媛还有你母亲 他们的嘴脸又多么可恶 我真是气死了 没关系 正是因为知道他们的嘴脸 所以我才不去的 可是我真的好气啊 我真想揭穿你的身份 亮下他们的眼睛 可是我答应过你 不能说出去的 我好憋屈 羊水水笑着说道 别理会就是了 我都不在意 你在意什么啊 你不在意那是你大度 你不是一般的人 自然不会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了 你母亲她一定会后悔那样对你的 行了 有一天有他们后悔的 好的 那都听你的 没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王玲玲刚回到家中 就被母亲拦在了门口 玲玲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像吃了火药一样 来着你二伯一家就开始喷 害得我和他们吵了一架 吵架又怎样 他们活该被骂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王媛媛毕竟进入了SK公司 我还想着找她帮忙 将你也给带进去的 你现在把人给得罪光了 以后我还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得脸吧 喂 我算是看出来了 那个贾千金她就是喜欢装逼 压水水一头 她什么也不是 我想要进入SK 容易得很 我有熟人的 根本不用找她帮忙 之前杨水水就答应过她 只要是她想进入SK 随时跟她说一声就是 以前求爹爹告奶奶的找关系 都进不去 现在杨水水一句话 就可以搞定 哇 姐姐说的对 你不要被二婶家蒙蔽了 姐姐现在想见SK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这里哪有你插嘴的份 你这死丫头 你该不会又找什么人吧 我可告诉你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我们家已经没钱了 被骗了几十万 你还不嫌够 喂 什么被骗啊 这次是真的 我管你是真是假 我发现你最近很不对劲 以前你一直反对 你弟弟和杨水水在一起 每次提到杨水水 你就大发脾气 今天在老宅的时候 你怎么还帮着杨水水说话 难道真的如你三神所说的 你被杨水水收买了 哇 别胡说 水水才不是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 以后你不要在外人面前说水水的坏话了 王母始终不明白 自己的女儿是怎么了 好了 反正我们家也抬不起头来 我还指望割屁啊 爸 你怎么能这样说 进入SK了不起吗 我明天就进给你看 你吹牛吧 你给我等着看吧 第二天 王玲玲就给杨水水打了电话 说想进入SK上班 杨水水二话不说 直接答应了下来 随后杨水水带着王玲玲来到了SK分公司 刚到门口正好看见了王源宇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这里是SK 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 怎么 你能来 我们就不能来吗 我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瞎闯什么 惹祸了 到时候丢了王家的脸 可别怪我没有告诉你们 你别说了 灵灵今天过来 是上班的 开什么玩笑 就凭她的资历 也配进入SK吗 王源源 我能不能进 不是你说了算 那谁说了算 难道你还指望我这个乡下来的姐姐吗 你说的没错 这家公司还真是水水说了算 我看你们两个是疯了吧 不就是妒忌我进入了SK 所以想要来为难我 还说出这样的谎话 你以为我会信你们 信不信有你 反正以后 灵灵也来这里上班 你们再不走 我叫保安了 正在这时候杨徽丽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莉姐 是这样的 这两个人嫉妒我 跑来这里捣乱 杨徽丽看了一眼杨水水 心想这小祖宗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说说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情说一声就是了 没什么 我堂姐想要在这里工作 我带她来 你给她安排一个职位吧 好啊 她刚来就从办公室做起吧 如果后面表现优秀的话 就和杨宇一样提拔上来做管理层 一旁的王源源惊呆了 莉姐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要她进入SK 谁让你对水水不敬的 实话告诉你 水水可是SK的老板 你算老几啊 在这里说叫 杨源直接猛啊 你说什么 杨水水是SK的创始人 幕后老板 是啊 你竟然敢对老板不敬 我看该走的人是你 对了 我之前在宴会上见过你 你这种人怎么进来了 是谁招进来的 我一并将她开除了 王源源 你现在明白 我之前在老宅那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吧 水水从来没有妒忌过你 因为她拥有的东西 你永远比不上 她只是不想和你计较而已 你还真是装上了 舍舍 我知道错了 看在我是你姐姐的份上 你让莉姐不要开除我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现在才来求情 难道你不敢绝晚了吗 莉姐 叫保安将她丢出去 以后不许她踏进SK盘部 没一会 王源源就被保安无情丢了 王源源知道自己一辈子再次不能踏入SK 只能垂头丧气回到家中 王沐一眼就看出了王源源的不对劲 源源 你这是怎么了 这个时候你不在SK公司上班 你怎么跑回家里来了 我被水水开除了 其实SK真正的总裁是杨水水